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在北京举行 多件法律草案决定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关于设立全国生态日的决定草案26日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审议 草案提出将8月15日确定为全国生态日 国家通过多种形式开展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活动 第十四届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27日至29日在天津举行 这是论坛时隔4年后在中国重归线下去办 针对美方以设分泰尼问题为由起诉中国企业 商务部26日回应是典型的单边霸凌行径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强烈谴责并将坚定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下面是一组资讯 国铁集团26日消息 端午假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7037.9万人次 较2019年同期增长11.3% 最高人民法院26日介绍 近年来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数量持续下降 国家疾控局国家卫生健康委等11部门日前印发方案 部署加快我国血腥虫病消除进程 预计到2028年力争所有血腥虫病流行县市区达到消除标准 空军将于7月26日至30日在吉林长春举办空军航空开放活动 长春航空展 活动期间将安排空中表演地面静态展示和多项配套活动 空军多型飞机和地面装备将公开展出 司法部26日消息准与新加坡安盛等五家外国律师事务所在华设立代表处 26日全球首台16兆瓦风机主机机舱在福建平潭外海风电厂调装到位 16兆瓦海上风电机组建成并网发电后 将成为我国已投运的最大海上风电机组 北京实践26日2023年女兰亚洲杯小组赛 中国女兰89比44战胜黎巴嫩女兰 取得开门红 当地实践25日高尔夫女子PGA锦标赛中 20岁的中国姑娘殷若宁夺冠 这是她的个人首个大满贯冠军 殷若宁也成为继2012年的冯珊珊后 第二位夺得大满贯冠军的中国大陆球员 25日中国电子竞技国家集训队公布杭州亚运会参赛名单 中国队将参加英雄联盟王者荣耀等7个比赛项目 26日警方通报山东青岛8岁男孩在武术俱乐部去世 三名犯罪嫌疑人被查获 现已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当地实践26日 俄罗斯莫斯科市莫斯科州和沃罗涅日州宣布解除反恐制度状态 俄多家媒体披露 针对俄司营军事实体瓦格纳组织创始人普里哥任的刑事案件尚未结案 当地时间25日 美国宣布正就泰坦号深海潜水器内报事故展开海事调查 首要任务是打捞散落在大西洋海底的泰坦号深潜器的残海 26日 日本东京电力公司称 用于排放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的海底隧道建设工程已全部完工 但是运行结束后核污染水排海的必要准备工程将全部结束 接下来是服务信息 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高考录取控制分数线均已公布 日前 川于贵地区121座高铁车站启用公交化票制 旅客在铁路12306客户端 铁路1卡通主页 启用刷证模式 不需购票即可刷证或扫码挤走 中央气象台26日18时发布高温黄色预警 预计27日白天 华北东部黄淮 坟位平原以及新疆东部四川盆地等地有35至36摄氏度高温天气 其中北京天津河北大部山东北部和西部河南中北部以及陕西关中 四川盆地东南部和中部云南东北部 新疆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有37至39摄氏度 河北中部北京东南部天津西部局地可达40摄氏度以上 中央气象台预计26日20时至27日20时 黑龙江北部和西部吉林中部和东部辽宁北部陕西西部新疆北部和东南部青海南部广东东部 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中雨 其中吉林东部广东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雨 感谢关注央视新闻 更多资讯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 我们明天早上见 一艘参观泰坦尼克号游轮残骸的载人潜水器18号在大西洋海域失踪 据估计失联潜水器的氧气已经在当地时间22号早晨耗尽 经过多日搜寻 当地时间22号负责组织参观的海洋之门公司发布声明表示 失联的5名潜水器成员已经全部遇难 同一天美国海岸警卫队召开新闻发布会 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说明 The ROV subsequently found additional debris In consultation with experts from within the unified command The debr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 catastrophic loss of the pressure chamber 主播数联播 今天来说一个可敬的群体 缉毒民警 提到他们 您会想到 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 中央军委主席 习近平 26号下午 在中南海 同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成员 集体谈话 并发表重要讲话 他强调 党和国家事业的希望 寄托在青年身上 希望共情团中央 深入贯彻党中央要求 切实肩负起新时代新征程 党赋予的使命任务 传承弘扬 优良传统 坚持改革创新 更好把青年一代 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 为推进强国建设 民族复兴伟业 接续奋斗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参加集体谈话 习近平首先表示 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的青年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 发生了深刻变革 党对共青团和青年工作的领导全面加强 团的立身之本和政治之魂更加牢固 共青团工作的方向任务更加明确 团组织的政治性 先进性 群众性更加鲜明 团干部的思想作风 工作作风 生活作风 更加积极健康向上 在广大青年群体中的形象焕然一新 过去五年 共青团围绕构建新发展格局 推动高质量发展 打赢脱贫攻坚战 抗击新冠疫情等重大任务 组织广大团员和青年 积极参与 勇挑重担 冲锋在前 展现了新时代 中国青年的勇气和担当 党中央对共青团 和广大青年充分信任 习近平指出 党中央对团中央新一届领导班子 寄予厚望 希望你们加强自身建设 发挥好模范带头作用 推动共青团事业和青年工作 实现新的更大发展 习近平强调 把党的中心任务 作为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的主题和方向 这是一百多年来 中国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的一条基本经验 共青团作为党的助手和后备军 必须紧紧围绕党的二十大 确定新时代新征程 党的中心任务来开展工作 把助方向奋发有为 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宏伟目标 需要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包括广大青年 团结一致 全力以赴 继续爬坡过坎 攻坚克难 共青团要把劳新时代青年工作的主题 最广泛的把青年团结起来 组织起来 动员起来 激励广大青年 增强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 激发强国有我的青春激情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中 勇当先锋队 突击队 习近平指出 要着力加强对广大青年的政治引领 青年人有理想 敢担当 能吃苦 肯奋斗 中国青年才会有力量 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才能充满希望 要加强对广大青年的理想信念教育 引导广大青年 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 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政治信念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历史潮流中 确立正确的人生目标 为一生的奋斗奠定基石 共青团要把加强对广大团圆和青年的 政治引领摆在首位 努力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源源不断 为党输送健康有活力的新鲜血液 要抓好面向广大团圆和青年的主题教育 引导团圆和青年 认真学习领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努力掌握这一科学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善于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 分析问题 提高对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基本方略的领悟力 习近平强调 共青团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 主动对接国家重大战略和重大任务 组织动员广大青年 立足本职岗位 积极投身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在科技创新 乡村振兴 绿色发展 社会服务 卫国戍边等各领域各方面工作中 争当排头兵和生力军 展现青春的朝气 锐气 习近平指出 要顺应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 坚持问题导向 敢于刀刃向内 纵身推进团的改革 全面从严管团治团 坚定不移 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路 不断保持和增强政治性 先进性 群众性 不断提高团组织的引领力 组织力 服务力 要坚持夯实基层的鲜明导向 不断扩大团组织的覆盖面 提升青年群众工作能力 广大团干部要倍加珍惜 为党做青年工作的宝贵机会 不断提升政治能力 理论素养 群众工作本领 心无旁骛干好本职工作 用实打实的业绩 赢得党的信任 赢得社会尊重 赢得青年口碑 习近平最后指出 各级党委党组 要坚持党管青年工作原则 加强对共青团工作的领导和支持 建立和完善在党的领导下 各部门齐抓共管青年发展事业的工作格局 支持共青团创造性开展工作 各级领导干部要倾注热忱 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 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会上 共青团十九届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阿东 汇报了共青团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和十九届一中全会的召开情况 以及贯彻落实党中央精神的有关考虑 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徐晓、王毅、胡百经、胡胜、夏帕克提、吴首尔、于静 分别做了发言 石太峰、李干杰、李淑磊、陈文清、刘金国、王小红参加谈话